北京时间1月4日 2021-22赛季NBA常规赛激战正寒 在今天一场焦点之战中 篮网队主场迎来了灰熊队的挑战 从比赛一开始 篮网队便陷入被动 三截之后落后达到23分之多 最终在以104比118负于灰熊队 在今天输球之后 篮网队已经遭遇到了三连败 他们先后在主场负于76人队 快船队和灰熊队 战绩变成23胜12负 排名已经跌至东部第三位 毫无疑问 对于篮网队来说 他们遇到了本赛季迄今为止最大危机 在比赛结束之后 篮网队众将接受了采访 哈登说到遭遇三连败都是因为防守 我们没有在防守端打出精神 防守不利导致我们在进攻端的节奏 也受到了影响 在今天比赛中 哈登出场32分钟 14投5中得到19分4篮板8助攻 同时出现了5个失误 在谈到即将回归的欧文时 哈登说到 他是一个特别的天才 但我们需要在内部和个人方面纠正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的事情 这样可以让欧文回归的时候更加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天比赛结束后 篮网主场屏幕打出下一场对阵步行者比赛预告 欧文作为预告封面出现在了大屏上 这也宣告欧文将于下场比赛正式复出 主帅纳神则表示 我们是一支防守型球队 我们需要依靠防守来赢球 除非我们解决篮板球问题 否则我们很难说是一支实力强劲的球队 不过我们还不能恐慌 我们不应该反应过度 但今天的表现真的很糟糕 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纳神被球迷们冲上了热搜 很多球迷都喊话 纳神下课 有趣的是在和东西部前四名球队的交手中 篮网队一场未胜 分别赋予勇士队 太阳队 爵士队 灰熊队 公牛队 两次 熊鹿队 热货队